早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今天9月28号的百革城报 当我们的马币一次次的在跌破新低 当我们的国家经济一而再受到内外的冲击时 很可悲的是 我们看到的政府所做的事情 却是让政治和种族情绪 一步步的加重了国家的困境 说的就是我国的外交部副部长立场马力肯 他被新周日报踢爆 发出传召信函 要中国驻马大使黄慧康 解释他访问磁场街之后所发表的言论 是否干预我国的内政问题 这起峰回路转的戏码 从上个星期五黄慧康访问磁场街开始 短短两天内却发生了 外交部要发出信函 传召黄慧康解释 不过却在昨天 紧急被外交部代部长韩沙在努丁半路拦截 撤回了这一封传召信函 这起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了副外交长是否符合程序传召大使 因为根据外交礼仪 只有首相和外交部长 才有权利传召一国的大使 我们也看到了巫统持有的党报 马来西亚前锋报 在这段期间利用编辑专栏 撰写山峰点火的文章 炮轰黄慧康干预我国内政 同时还获得巫卿团职委 阿尔曼阿兹哈的支持 他也在星期六发表文告 抨击黄慧康大使干预我国内政 其实外交部可以透过精通中文的多位部长 何时查证 就像过去敦促人民不要未经求证 轻易相信网路上的言论 但无可避免的一件事 那就是我们的外交部副部长利查马利肯 他本身在9月16号当天 也出现在磁场街集会 当时被警方要求协助安抚被鼓动的群众情绪时 利查马利肯表示 自己不是集会号召人 无法驱散人群 我们不知道政治和种族情绪 还会为我国的困境带来多少的伤害 但南洋商报头版却在告诉大家 国内企业附和不了全球经济风暴 马币贬值以及消费放缓 这三种压力将引发企业界掀起裁员旋风 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7月 共有6547人被裁退 其中30%或者是接近2000人 来自石油及天然气工业 这批被采运的人数当中 还不包括马行和银行界里数千名参与自愿遣退计划的员工 来看今天的其他新闻 受到烟埋的影响 原本今天要开学的多个州署也宣布了停课一天 不过在这个时候 有人捏造首相推文的截图散播停课两天的消息 对此首相办公室也在脸书贴文澄清 并且警告有关不负责任的行为会被法律对付 不过家长和学生这下子可以放心了 因为教育部将在每天下午两点公布隔天是否要停课 或者是如常上课的通知 好让家长从容应变 来看最后的新闻 继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报道纳吉涉嫌卷入贪污丑闻之后 澳洲悉尼先驱城报则引用当地大学教授的话 认为纳吉的丑闻将影响大马与澳洲的外交关系 并且建议澳洲重新认真局更具有智慧的审视目前的关系 这名教授克雷斯凯斯人来自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 是一名社会学局人类学的教授 也是研究大马的专家 澳洲媒体引述他的观点认为 澳洲鲁金被带到一个物理看花的谜团 因为纳吉对外塑造中庸开明集自由的形象 却在大马境内放纵伊斯兰权威和马来民族至上的主意 那今天的城报到此结束 谢谢您收看